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常常说 人生不如意 十字八九 每一次当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这样的你怎么会听到我 怎么会是我 为什么又是我 到底我犯了什么 就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背景之下 今天有一个贴使 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狭眼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狭眼 狭眼就牺牲 从他出生的时候就狭眼 那么问题来 耶稣这一个人从出生就瞎眼 是他犯罪了早知的结果呢 还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 因为这个孩子从出生 眼睛都就看不见 我想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普遍不普遍 到底我遭遇了不如意的事 我们家遭遇了许多的苦楚 到底为什么导致 因为常常有一个因才有一个果 因果关系 各位你相信绝对的因果关系吗 你相信绝对的因果关系吗 请不要接受这个绝对的因果 不然你会陷入一个 你没有办法解开的另外一个因果 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可以是相对的 但是很少有绝对的因素 会面对上帝 绝对的上帝 OK 传统的因练是这么说 这么解释 但是这个问题来到了耶稣面前 他们问耶稣 但是耶稣的回答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最导致的结果 是不是 不是 耶稣却提出了另外一个 让人惊讶 我想耶稣今天 他的回答 我希望能够送给你 成为你一生的礼物 耶稣啊 他下言 是他犯罪呢 是他的父母亲自犯罪 耶稣说都不是 不是他也不是他父母 是要怎么样 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我们很多人面对这样的情况 刚刚说了 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家人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风水出了什么问题 都拖离下去 但是耶稣 请记住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请帮我一下 奇怪 耶稣 耶稣处理了一个传统以来 传统以来 存有在我们心里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不是罪以罚 而是荣耀 为了荣耀 各位 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 你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吗 在我们身上所遭遇的许多的不如意 甚至的苦难 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当你接受了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真正接受耶稣这一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对世界上许多的问题 你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当你有前面那个因果关系的时候 你遇到了不幸 你会捧慌 因为有咒诅在那里 你会捧慌因为前面不知道我得罪了谁 我的风水 我的任何一个东西 影响我现在的生命品质 影响我的生活情况 这是过去的 这是文化的 这是我们民族性的 事实上也不只是台湾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 连以色列人 所有的民族都限定在这样一个景况之下 唯独唯独耶稣基督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简洁 在上帝面前 你的遭遇 不是偶然 在上帝面前 你今天的景况不是偶然 而是你今天的景况是为了明天的荣耀 你接受这样的信仰观念吗 你接受吗 各位 你要说阿们吗 阿们 当你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会相信 真的会相信说 这是为了明天以后 我在神面前的见证跟荣耀 怎么都我转过来看才有 耶稣提升了 耶稣转化了 各位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 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转化的工作 不受世俗的观念影响 在上帝面前 上帝给你一个new vision 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人生 一个新的角度去看问题 信仰本身要来做转化的工作 在耶稣眼中 没有任何是负面的东西 他甚至于把一个十字架 负面的呼吸变成了一个阵 一个加号 一个定时他的十字架 变成了今天救赎的加号 耶稣一直在做转化 今天我们希望我们一起 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 地震 地震 没有关系 我们在这里做转化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相信这样的信仰吗 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接受这个正面的信仰观念 只要你接受这个正面的价值观 你不会恐慌 你不会迷惑 而且你就很笃定的 虽然流着眼泪 虽然流着眼泪 当下流着眼泪 但是你会很笃定的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的安排 我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我相信神啊 我相信即便我现在真的现意在苦难当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也不接 我也不去问为什么 我只有天天的跟随你的脚踪行 我一定跟随神啊 你就引导我吧 你就陪伴我吧 你愿你的灵以满内地以我同在 我绝不放弃 我绝不逃避 假如这个是为了要荣耀你的灵 我愿意承担这个实价 我愿意勇敢的背弃它 背弃它 而且我要在人的面前 对人勇于做见证 虽然今天我还是留着累 虽然今天我的日子还很苦 但是我永远跟我 勇敢的向人做见证说 我相信 这件事情在事后 一定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 有了这样一个信仰观之后 你会在别人的眼中 活得很坚强 活得很勇敢 人家会说 你到底发生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 这件事情假如在我身上 我一定埋怨 我一定咒诅 我一定 但是奇怪 怎么在你身上 你不会 所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仰观点 很重要的几个点 我们一起来把这五点我们读一下 对不如意 看得开 放得下 第二 能欣然接受你的现况 第三 能走出怀念 进入感恩 第四 能及时享受每个现在 第五 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 先确立 各位 我们的生活 事实上每一个人 上面给我们一个人生的 旅程 你的旅程跟我的旅程一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条生命都是unique 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 一定会有许多的不如意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问题是你如何去看待那不如意的十 十要有七八要八九要的不如意 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转化 他的不如意 不是为了罪 不是为了法 他的不如意是为了 日后忠耀上帝的名 假如上帝的名 因你的荣耀了 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先本辅 你的生命先本辅了 上帝才能够因你的荣耀 所以只要你在苦难当中 在你的麻烦当中 暂地得住 这个要你要先暂地得住 所以牧师常常讲一句话 要流着眼泪 带着微笑 吹着口哨 勇敢向前走 所以 我告诉你 人生 假如你知道我这个年岁 你有很多的体会 真的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流着眼泪 带着微笑 还要吹着口哨 特别是你如果在怕 不也是怕 啊不是啊 吹着口哨 外面说不可以吹口哨 那个会引来鬼的呢 但是我真的就要吹着口哨 把它吹走 把那个恐惧感 事实上人生 得癌症的人 据专家统计 得癌症 常常不是因为癌症 死亡 是怕死 被恐惧 嚇死 所以一个基督徒 在别人的恐慌当中 在我们的问题里面 我们真的要先很笃定的 我相信 上帝啊 我相信 假如这事从你而来 我接受他 我很坚定的 我在当下 我在每一天 但是我恳求你的同在 我恳求你赐给我力量 赐给我智慧 上帝啊 主啊 赐给我平静的心 去接受 那不能改变的事 赐给我勇气 去改变那能改变的事 赐给我智慧 去分辨这两两 什么是可以改变的 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在苦境当中 我们真的能够 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很笃定的 相信上帝 假如这是从你而来 在你个人的生命旅途 你有许多跟别人不一样的问题 那是上帝给你很特殊的礼物 假如你不能够在你的问题里面 来接受 来感谢 来勇敢的背起你的实价 那么你怎么用你的人生来荣耀上瘾 那是不可能的 圣经说埋怨与战也不可能从同一个口 我们只要一支嘴而已 这个嘴里呢 我们有两个眼睛 有两个耳朵 有两个耳朵 有两个鼻孔 嘴巴只有一个 那上帝已经给了你一个选择 请问你的嘴巴是要说comprehend的话 还是要说歌手赞美的话 仰慕站在台上的歌者 他带领我们唱出感谢赞美歌手 我的老师很会跳 他很天才 每一次带人跟真一师带人出去旅游 我回来这个人要受洗 那不是旅游是出去传福音 很天才 这个人 ok 那真的上帝给我们只一个口 我们常常要做一个决定 到底我的口要说是哪样的话 感谢赞美呢 还是要说抱怨咒诅的话 圣经说一个口不能同时说两种话 你做一个选择 你的人生态度常常做一个选择 你要成为一个正面的人 还是要成为一个负面的人 你要被世俗带着走 还是要你跟随耶稣的脚步走 我想我们常常每天我们要做这样的选择 接受你自己的现况 过感恩的生活 勇敢的先去跟人做见证 这一个我觉得很好用 你知道我的出生 我是一个龙家子子弟 我的爸爸妈妈 在他们到了死的时候 大概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有七个弟兄姐妹 5月5号我们要去总统府 就有三个姐姐和哥们跟我一起去 我的三个姐姐 他们在我以上的七个人当中 在我以上都是博小毕业 但是我博小毕业那一年 我就自己对人说 我以后要当牧师 我还是博小毕业的小孩子 我就勇敢对人说 以后我的生命就是只有一条路 我就是要当牧师 现在我六十岁了 我问我的姐姐们说 请问你们回忆一下 以前我有 我的桌子在哪里 我的床铺在哪里 他们都不知道我怎么长大 在我的上面的姐姐们 他们都不知道我怎么长大 就在哪一个环境 我从来没有自己有一张桌子 有一张一个台灯 没有 要读书都在落在外面 甚至太阳还没有 到底是下山还是下海 甚至太阳还没有下去之前 都在庭院 赶快ABC到家里 一定败败的 有什么作业下来 下不了 晚上 没有桌子啊 没有桌子啊 然后一些 当然假扮那些 那怎么 我的意思是 你敢向人说 然后你一天一天 每天累积 然后去打什么目标 我升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我的一生至少要写五本书 请问我 我有没有达到我的目标 我不知道 我四十几岁在达成 我四十几岁在达成 我离开升学院的时候 我跟人说 在孩子升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我走进图书馆 图书馆的馆长 阿仔阿仔 我就走过去 他就问我 你以后要不要出国读书 我怎么可能 我没有钱 我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 他就问我一句话 你的英文 有没有七十分以上 有阿 我的英文都是八九十分阿 那你就预备 你就预备先吧 OK 我就预备先 我的意思是 各位亲爱的朋友 很多时候你还在困顿当中 你要勇于 对着你 做见证 你要勇于宣告 我以后 以后 我会走向哪里 我把那个目标定出来 而且那个目标 就是为了要容神一人 不是为自己 容神一人 然后你就一天一天往那里走 你就一天一天求神与你同在 一天一天你求祂的智慧 求祂的能力 要不要祈求忍耐跟宽容的心 要不要 忍耐在你一生当中品格很重要 忍耐很重要 OK OK 所以 你现在的景况 怎么样 你最好的人生 还没有 还没有 请问 王记者牧师一生当中最美的人生部分 来了吗 还没有 阮老师生命当中最美的部分来了吗 过去的 我每一个人 我每一个人要不断的异下一个志向 我最美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出现 不管你五十岁 不管你六十岁 不管你七十岁 我最美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出现 所以雅云这还不是你最光荣的时刻 OK 接受 接受了耶稣 你就接受了一个完全不一样 对生命不一样的诠释法 请不要受世俗影响太深 什么是世俗 什么是神圣 这一次在总会有 竟然有牧师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很难受 有牧师公开在总会议会的时候 忍全自由那是世俗的话题 不要在神圣的殿堂 不要在神圣的殿堂讨论事实的事 No my God 什么是神圣的 什么是神圣的话题 各位 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 我们的生命从上帝的创造来 对吗 请注意哦 我的生命从上帝的创造来 你的生命是不是 是 外面那些没有进来错礼拜的人 你的生命是不是从上帝来 是的 所以既然每一个生命从上帝来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他的安全与佛 他快乐与佛 跟上帝有没有关 有没有关系 有 上帝就是要把他的丰富的生命 喜乐平安 示给每一个生命 不管你是谁 鬼教徒是不是上帝所示的生命 也是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都是来自于上帝 所以如何让每一个生命 平安喜乐丰富 都是信仰的问题 都是神圣的话题 所以在你 在你我亲爱的朋友们 只要你每天眼睛醒过来 你在思考认了一件事情 是从信仰的角度 是从上帝的角度来出发 你所思考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神圣的 要说阿们吗 阿们 只要特别 假如你站在这里 你所做的 是为自己 是为利益 那个就是世俗 因为你不是从神 从荣耀上帝出发 假如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了荣神益人 那么你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荣耀 都是神圣的 来 我们读一读保博的话 好吗 预备 来 我已经先过最先放百足 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 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 我已经得到立权 随时随地 保足好 肌肉也好 丰富好 缺乏也好 我都知足 借着基督所示的力量 我能够适应 这样 哎呀多美丽一句话 非比书三章十一节 十三节 把它进去啊 这就是我们生活要的东西 我已经学会 学会 学会 ok 要在现况 注意喔 每一个现况 你今天的现况 跟昨天的现况 不一样 你去年的现况 跟今年的现况 跟明年的现况 都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要学习的 要在每一种景况当中 都满足 都平安喜乐 都感恩赞美 那是要学习的 来到教会 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功课 来到教会 我们就是在学习这个功课 所以 有时候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 我们告诉我安良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就很笃定的 在神面前 自己做宣告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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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担心 我们许多当父母亲的 常常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过程 都常常跟着外面世界的人 一样的教导 一样的补习 做一样的事情 我很担心 他们的礼拜六 我们也 因为孩子 国儿 国三 高二 高三 我的孩子功课很重 不忍心 叫他去 去团契了 我告诉你 这个最 最忙碌的年龄 假如你让他离开团契 他以后就离开教会 他真的以后 下了大学 找了工作之后 他很自然离开教会 因为在生命当中 最辛苦的那几年 国中 高中那几年 他真的是 课业最忙碌 但是他最需要信仰 他最需要上帝 我们的父母亲却 体谅他 让他多睡一点 多睡一点 结果我们的团契 几乎大量流失 都是在这一段 然后大学以后 然后找了工作之后 就很自然离开 已经不习惯了 各位在这里 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 富足 富裕的 我知道怎样过 因为我已经得到了 那个秘诀 那个秘诀 常常就是因为 在耶稣基督里 那个秘诀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知足怎么样 他都 我都已经满足了 我都已经知足了 所以 我 我送给大家的那一句话 留着眼泪 耐着微笑 吹着口善 勇敢的向前走 那种态度 想象一个人 真的 他的心态 真的遭遇到非常严厉的考验 但是他 还是 带着眼泪 流着眼泪 带着微笑 吹着口哨 一步一步 这样前走 那种态度 那种坚毅 那种坚人不拔 永不放弃 我们真的会在 那一个人身上看见 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希望你跟我 我们一起来学习 保罗说 你们来学习我 就像我已经学习的耶稣基督一样 用你一生为主做健身 尼克 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 对吗 一个澳洲出生的孩子 没有双手 手没有双腿 怎么养 怎么活 怎么人生 怎么走过来 这当中 这当中需要多少的爱 需要多少的忍耐 需要多少的陪伴 这个尼克本身 他当他的生命 发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他要多少的坚强 一步一步走过 别的残障的孩子说 会有的歧视嘲笑 他都经历过了 但是他的父亲是牧师 然后他们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然后尼克自己本身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见证 哪一种样子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在最下个礼拜 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 大喜乐 在百般试炼中 大喜乐 这个人讨个快点 但是不行 不是头可快掉 他们是用另外一种上帝的眼睛在看事情 他们接受了 我的苦足 我的不方便 管而我的 我没手没脚 管而是我的特殊 特质 我要用我这个特殊的存在 来荣耀上帝 所以各位 各位 当苦难临到临的时候 不要哀怨 马上 用感恩的宣告 感谢主 我做见证的机会来了 求主让你占领得住 感谢主 只是今天的考验 只要我通得过 这个考验 未来就是 我的美好人生的一个故事 来 请帮助 谢谢 OK 他现在到世界各地去做见证 他成为一个激励人 非常重要 世界上现在 他是一个激励大师 他无论走到哪里去 他都能够激励了许多年轻人 多少人就要跳楼自杀 多少人就要在他的苦境当中 放弃了 自我放弃了 这是一听到他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流泪 指助他走向更自我伤害的方向 停住你的脚步 然后回头 大家一起往上帝呼召的方向走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 他是他自己 我们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去寻找 从我的苦难 然后去把上帝 特殊的意念 奇妙恩典的时候 在我的身上显现出来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美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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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信誌 更糟的是 在凡事都我们的上帝身上 放下信誓 我们把上帝挂在和子里 你相信 这里有一位奇妙的上帝吗 你相信 这里有一个全能全知 无所不在的上帝 与你的同行吗 你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上帝与你同住吗 假如你相信 有上帝与我同行与我同住 那今天我的困难 是的 可能是我的困难 但是是不是上帝的困难 不是 上帝是我的天上的父亲 我是他手中宝贝的儿女 儿女有了困难 全能的上帝他会负责的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 尽我的本分 做我可以做 做我该做 然后其他的就怎么样 交托 阿爸我尽力了 再来就是你的事 所以人生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my part my business 另外一个是上帝的事 让上帝负责 你不要去替上帝翻了 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时候 我们只有注意一件事情 我尽力了吗 我尽力了就好 交通 上帝要在那个下缘的人身上 彰显他的荣耀 上帝要在你的人生苦境当中 彰显他的荣耀 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好好的走完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 用你的一生做什么 荣耀上帝 记住你的生命未来将我们能够荣耀上帝 你自己本身一定是一个先门恩的人 好吗 上帝爱你 上帝爱我们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这里 等一下我就要下去 但是我这里有两个文革华的朋友 我们给他掌声好了 谢谢你的专家来看我 他说等一下要下去 等一下那个我们的传道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 下去送礼物给他 那等一下请那个我们的代理长老 那个长老他来给我们做祝祷 一起来祷告 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用心与你交通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希望耶稣今天所说的那一句话 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 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 今天耶稣也要对我们说 在你的身上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希望主啊 你真的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需要恐慌的时候 在我们恐慌的时候示给我们平安 在我们埋怨的时候 我们拿掉我们的埋怨 所以示给我们赞美与感恩 让我们的口只有说感恩赞美的话 因为所有能够在流着眼泪的人 还带着微笑说感恩的话 这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因为他相信上帝 以及相信上帝的作为 我们谢谢你 为这一群在我眼前的所有这一些朋友们 我要把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行 愿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丰富的 能够成为荣神一人的一个贡献者 我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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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阿们 阿们